好 今天的六個境外移入 有四位有接種疫苗 而且都是接種過兩劑疫苗 加14天之後確診 所以都算是突破性感染 機場入境後採檢確診 包括一名國籍機師案16066 本國籍50多歲的男性 分別在6月和8月完成了兩劑AZ疫苗接種 已經匡列接觸者24人 AZ疫苗他有做過試驗 他即使打了兩劑疫苗 他對於無症狀感染 就是那種帶病毒狀態的一個 保護率只有15% 就是幾乎沒有效 所以那個突破性感染 或者是說打了疫苗以後 帶病毒的狀態 其實是不少見的 突破性感染原則上 不管打幾劑 他都會出現 但簡易的條件重演 大概是目前用這樣的一個形態 來做邊境的管理 邊境突破性病例接連傳出 等於間接提醒疫苗 並非萬能 相關的邊境管制 以及檢疫防疫規範 尤其面對變異株病毒 危機四伏 沒有輕忽的本錢 DELTA病毒有人說 它的那個可傳染期可能久一點 它在症狀出現前4天 可能就有傳染期 不管是有沒有去做 14天的聚焦檢疫 或者就是它的自主健康管理 都大概最好都是加強版 我們現在長版回來 一落地就要先做PCR 然後第7天 就7天的加強自主管理之後 快要再做PCR 然後我們每14天固定 一定要做一次的PCR 從國外返回 不論對象 從居家隔離 到自主健康管理 一定要嚴格遵守 基本日常防疫更要徹底落實 大家請問 蕭志傑 水英豪 台北報導 好